这个财神庙是 这个财神庙是华东最大的财神庙 华东 华东是浦东第一财神庙 而且这个财神庙就做了在上海的这个军 这叫卡园 就是金融中心 这里很多 旁边都是那个 特别有钱的 特别有钱的 都是银行 都是银行 上华东第一大财神庙 这个道长叫夏道长 也是一个 得到的高人 很厉害 毛山家是毛山道是正义派 这个道长叫夏顶龙 很厉害 这个大石头 天然的 这个大石 这个圆宝石 是我夏道长 我师父同样的 就梦到 就在这个河里饶出来 这个河里有大条鸡叫出来的 这个真是天然的 你看它没有经过 没有经过下工 天然的 发动地大财神庙 朋友们今天 上海这第二天 小斐哥带着彪哥来到了太子庙 这个桥这个老桥这个 嗯 这个老桥这个四百多年 嗯 从一个这 呃叫红桥以前叫最老的这个老庙 以前这边叫红桥庙 啊 老哥 这是以前老庙 啊 最老的老庙 都几百年了 这后来修新西 啊那边再修建一个 就啊 再修建一个东远 看看菜叶 行咱们去看 正是老庙 来去请个箱吗 要请箱吗 不用请箱是吧 哦 这个窍活回下来了 这也这样闻吗 对 红桥庙 红桥 啊 以前这个庙 最老的时候叫红桥庙 嗯 这个中院院 这个村庙 hoc 一个 这个 这 不 那 这 这 这个 好 好 不好意思 好 啊 您好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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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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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龚哥 上海财神庙 上次来的时候辉哥就说带着 表哥来一趟财神庙 但是上次的时间比较匆忙 没有过来 这一次来到财神庙了 来到这里让我 怎么说呢 心里这个 特别正 你看它这个柱子 我除了在屁服的时候看到了这种浮雕 财神殿 它用的都是这种浮雕 这种柱子的 所以说它是现在工艺 它估计掉下来也是非常麻烦的 估计这一根柱子 都特别值钱 更不用说里边的财神野了 真的特别特别的壮观 不愧是上海 这一块又是上海的金融中心 真的是这个有钱的地方 你想啊 这一片地方 辉哥说的 就地皮可能都只十几个亿 你看这柱子掉了 特别漂亮 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它每个柱子可能都是一个柱子 然后我们看 这个 这个 直到上大凉的时候下大雨 雨下得多到膝盖 但上竹梁说上竹梁的时候 雨就停了 竹梁上又下落 我會把你放進去